第十九集 长安玉逢柱 作者 唯应物 客从东方来 衣上霸凌雨 问客何为来 彩山阴霾府 明明花正开 洋洋艳心如 左别金蚁冲 并思生极旅 客从东方来 衣上霸凌雨 问客何为来 彩山阴霾府 明明花正开 洋洋艳心如 左别金蚁冲 并思生极旅 客从东方来 衣上霸凌雨 问客何为来 彩山阴霾府 明明花正开 洋洋艳心如 左别金蚁冲 并思生极旅 长安玉坟柱 柱简 一 坟柱 唯应物有人 二 霸凌 即霸上 载进西安市东 因汉文帝葬在这里 改名霸凌 三 客 即指坟柱 四 明明是形容造化默默无语的形态 五 洋洋 鸟飞翔的样子 六 艳心如 指小艳出生 七 左别 去年分别 八 并思 两并白发如丝 长安玉坟柱 用意 你从东方回到长安来 衣上沾满霸凌的春雨 请问你来此为了何故 你说为开山辟地埋伏 明明春雨 百花淋雨开 喜喜和风燕子心敷除 去年一别 如今又逢春 双鬓银丝 天生了几缕 长安玉坟柱 翻译 客人从东方过来 衣服上还带着霸凌的雨 问客人为什么来 客人说为了上山砍伐树木 来买斧头 悄悄地 百花正在盛开 飞翔的燕子正在哺如小燕 去年一别 如今又是春天 两边的头发不知又伸出多少 诗人与朋友别后重逢 对朋友的遭遇深表同情 同时寓意未免 全诗叙事中抒情写紧 以问答方式渲染气氛 既情意深长又生动活泼 清心明快 回味无穷 他的感人首先在于诗人心胸坦荡 思想开朗 对生活充满信心 对前途有展望 对朋友充满热情 因此他能对一位不期而遇的 诗艺朋友充分理解 深表同情 体贴入微而又积极勉励 长安遇坟柱平息 坟柱是唯应物的朋友 其是诗传 今从诗四首 唯应物赠坟柱诗 也从四首 据伟师所写 坟柱是一位有才有德 而失智不遇的名士 他先在家乡隐居 清贫守征 后来到长安谋事 颇善闻名 但仕途失忆 约在大力四年 七六九 应征父母到广州 十年过去 仍未获官职 后又来到长安 唯应物对这样一位朋友 是深为同情的 唯应物 于大力四年至十三年 在长安 而分住在大力四年 离长安赴广州 约在大力十二年 再到长安 这诗可能作与大力四年 或十二年 诗中以亲切 而略含辉谐的笔调 对诗意成龙的坟柱 深表理解 同情 体贴和未免 他写得清新活泼 含蓄分趣 逗人喜爱 刘成翁凭此诗曰 不能诗者 一知是好 却乎如此 开头两句中 刻记着坟柱 霸林长安东郊山区 但这里并非实指 而是用试作笔 汉代霸林山 是长安附近 著名隐一地 东汉义士梁洪 曾隐于此 卖药的韩康 也曾隐冻于此 本诗一二句 主要是说 坟柱刚从长安 一东的地方来 还是一派民事兼隐士的分度 接着 诗人自为问答 料想坟柱来长安的目的和境遇 彩山是成语 左思无都赋 主海为言 彩山筑钱 魏入山彩同意筑钱 埋府话用 一金履挂 履于处 得其资福 我心不快 一位旅居此处做客 但不获平坦之地 尚需用斧镯除荆棘 故心中不快 彩山 俱是俏皮话 打去语 大义士说 坟柱来长安 是为彩同筑钱 以谋发财的 但只得到一片荆棘 还得埋府着除 其寓意 既为谋事不遇 心中不快 诗人自为问答 诙谐打去 显然是为了 以轻快的情绪 冲淡有人的不快 所以夏文 便转入未免 劝导坟柱 对前途要有信心 但是这层意思 是巧妙地 通过描写眼前的 憧憬来表现的 明明花正开 洋洋艳心如 明明是形容造化 默默无语的情态 洋洋是形容鸟儿 飞行的欢快 这两句大意是说 造化无语 而繁花正在开放 燕子飞得那么欢快 因为他们刚补育了楚燕 不难理解 诗人选择这样的形象 正是为了意味 深长地劝导坟柱 不要为暂时失忆 而不快不平 勉励她相信 大自然造化万物 是公整不期的 前辈关切爱护后代的感情 是天然存在的 要相信自己 正如春花般 缓发才华 会有人来摒弃爱护的 所以默两句 诗人以十分理解 和同情的态度 满含笑意地体贴分柱说 你看 我们好像昨日才分别 如今 已经是春天了 你的病发 并没有白吉旅 还不算老呀 这 今已春 正是成上二句而来的 默句 则以反问勉励友人 甚年未愚 大有可为 这的确是一首情意深长 而生动活泼的好诗 他的感人 首先在于诗人心胸坦荡 思想开朗 对生活有信心 对前途有展望 对朋友充满热情 因此 他能对一位不期而遇的 诗意朋友充分理解 真诚同情 体贴入微 而积极勉励 也正因如此 诗人采用活泼自由的 古体形式 吸收了乐府歌型的结构 手法和语言 他在叙事中 抒情写紧 以问答方式 渲染气氛 借写紧 以寄托寓意 用诗谐风趣 来激励朋友 他的情调和风格 犹如小河流水 清新明快 而又委屈婉转 读来 似乎一览无语 品尝则又回味不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